记者陈彦听屏东报道,屏东县东港镇民俗宗教信仰会萃,有三部一小庙,五部一大庙每称,每三年一颗的东港英王平安祭典更是国家无形文化资产,但以往相对低调的西洋耶诞节气氛,今天开始有了变化,原来是镇宫所,请东港基督长老教会在光复路打造马槽和耶诞树,范围虽是不大,却是东港镇内街头首度有大, 大型的耶诞造景,耶诞节毕竟加上气温下降,各地都能嗅到浓浓的耶诞节气氛,东港街头也不例外,东港的海产街光复路,路中央有个小小公园就被改造成耶诞造景,镇长徐志雄说,和教会接洽,就是希望为这个期间的东港营造更多耶诞位,东港基督教长老教会从上个月就开始筹划在光复路打造耶诞造景, 有约5公尺高的耶诞树和马槽,今晚点灯全由制工手工制作的灯管形成灯饰,从城公路绵延整条街道台时期限路口闪烁美景是绽放浓浓耶诞气氛,这也是镇内首度在光复路路口打造耶诞路景,十分吸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